你有没有想过考古遗迹本来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 吉萨大金字塔 金字塔一直是神秘的象征 吉萨大金字塔是最古老的金字塔 是最受欢迎的旅游地之一 然而金字塔在最初建造的时候并没有粗糙的锯齿状 而是自上到下都很光滑有光泽 因为爱奇人在其表面铺了一层石灰石 并进行抛光作为装饰 顶部甚至用黄金装饰 看起来更加华丽 然而金字塔是有9000吨花钢盐 55万吨沙浆 以及超过600万吨石灰石建成 他们怎么把材料运过来的呢? 科学家猜测 当事人们把木蝎子钉入石头 并往里倒入水 木蝎子吸收水后膨胀 于是岩石裂成小块 从而进行搬运建造 顶端的巨石用坡道和滑轮进行运输 所以金字塔阶梯被抹得很平滑 但是这座金字塔经过数千年 导致表面的石灰石脱落 黄金也被抢夺 只有神秘的内部保留了下来 供后人探索 帕特农神庙 古罗马时期留下的文明可不是一点半点 比如在公元前447至432年间的希腊帝国 建造了帕特农神庙 这座2137提方米的寺庙 由65根大理石柱支撑 庙上还拥有着精美雕刻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庙里12米的雕像 象生着希腊智慧女神雅典娜 采用黄金和象牙制成 看起来很壮观 但是公元5世纪它消失了 据说东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 并将帕特农神庙洗洗一空 同时毁掉了不少雕刻 本来已经够糟糕了 何曾想到又被土耳其军用做火药库 并造成了撕裂性的强大爆炸 建筑结构也被损坏了 接连的变故造成今天可怜的帕特农神庙 虽然它看起来并不如以前那般辉煌 但是黄金分割笔线条 依旧吸引了无数人前往欣赏 齐秦衣衫 齐秦衣衫是一座石头城 是玛雅文明的历史见证 如果你去墨西哥旅游 不妨去看看齐秦衣衫 它拥有超过1500年历史 据说曾有3500人住在这里 占地6000平米却拥有26个废墟一帜 其中不苦而砍金字塔 这座高24米的玛雅神庙 四周环绕91级台阶 加起来共有365阶 这个数字与一年的天数相同 就是巧合吗 进一步的考察发现 神庙下是一个神秘的充满水的坑洞 这是用来做什么呢 15世纪时期因为干旱 这座城市完全被遗弃了 然而人们搬走后 茂密的丛林布满神庙 1900年代初期几乎看不到它 后来人们通过十年的时间 把植物清理 让这里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这里是大可看齐文 关注我每天带你看齐文趋势